观众朋友早安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首先要带大家关心的是最及时的天气状况 今天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 最新的消息是 气象鼠针对了全台湾只有新竹跟基隆 这两个地方不在高温的警示范围之内 其余地方今天都要留意 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今天吹的是东南风 因此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 嘉义以南地区今天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么继续再来看到的是 今天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5到37度 因此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同时多多补充水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天气上的重点 要提醒大家 从下个星期开始 包括了这个南海以及菲律宾东方海面 这一大片的云雨带发展起来 将有利于台风的生成 因此是下个星期气象鼠对于台湾的天气 未来观察的重点 再来关心的就是健康一点通 关心的是国内女性癌症第一名乳癌的复发率 今年的健保首度针对早期乳癌高复发的风险族群 给付了细胞周期的抑制剂新药 这种药物能够有效降低手术过后的乳癌复发率 48岁的林小姐在两年前发现胸部有硬块 就疫后确诊为乳癌三期 在经历治疗切除后 却仍在两个月内复发 乳癌为国内女性十大癌症发生率之首 尤其术后复发是痊愈路上的最大阻碍 要小心的是 这些人可能就是高复发风险族群 在荷尔蒙阳性的高复发风险族群里头 包含四个重点 一个就是淋巴结 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有跑到淋巴结 再来还有肿瘤比较大颗 大于五公分 那另外还有像这个分裂指数比较高 或者是分化的状况比较不好 就是分化比较差的肿瘤 这些都是高复发的风险 都要特别注意 近年推行的细胞周期抑制剂 是种标靶药物 结合传统治疗进行辅助 就能有效降低术后的复发率 专家指出 使用新药的患者追踪五年后 有近八成不再复发 而细胞周期抑制剂 今年也纳入健保给付 这个细胞周期抑制剂 简单说 它就是抑制细胞的分类 传统的荷尔蒙治疗 再加上细胞抑制剂的话 会加成疗效 所以这些高危险复发的病人 如果手术完 荷尔蒙治疗以外 再加上两年的细胞周期抑制剂 它可以下降复发率三十几%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把握术后两年黄金治疗期 有助于癌友迈向痊愈 未来是否有更多乳癌新药 能够纳入健保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爱在台湾 母女之间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一台电动轮椅背后 说的是这一对母女的故事 女儿刚动完脑部手术 经常得往返医疗院所做复诊 不忍心70岁的母亲 顶着大太阳一路陪伴 于是上网 向慈悸的环保抚具团队 申请了一台电动轮椅 福具在送出前 自己先来做测试 妈妈推轮椅 所以因为她也体恤妈妈 妈妈推她又要去做复诊 那一段路蛮辛苦的 这张电动轮椅的新主人 林军毅 因脑部手术后行动不便 年过70的妈妈是主要的照顾者 常常是顶着大太阳 推着轮椅送她去做复诊 母女连心相互疼惜 女儿主动上网申请辅具 志工不单是在送来前 先了解真正的需求 亲自送到府后也仔细教导操作 一路陪伴练习 从马路到进电梯 直到进门这一刻 也马上找来有目光专长的志工 让出路能够更安全 不只是送府具也有求逼应 邻居易的朋友同样是身杖人士 上网买床单却买到了一块大布 根本无法套牢床垫 她四求无门 到处四处碰壁 我觉得也不难 就四个脚缝个松紧带 应该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我来试试 此一志工方启辉 想到了会做裁缝的 85岁老母亲 可以帮这个忙 这项工作其实不简单 得要先量尺寸 封出四个脚 但妈妈能够理解 儿子做善事的心 你带回来我一定会扯的 我如果不扯的 说我不扯的 我扯的 我反正爱自己扯的 都是一份亲子间的乡挺 有爱又有力 终究能够度过眼前难关 大安新闻之外美志工 杨秋燕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 法亲之间的关怀行动 花莲有一位慈禧志工 日前发生了车祸意外 最近才刚出院返家休养 而志工就送来祝福 亲切的呼唤 让柯金梅的精神都来了 志工们总是能够带给他 许多的鼓励 我看你长肉了没 有了 长一点 长一点肉就放心了 伤口都密了 这边呢 都好了 现在怎么样动都没 都不会了 不痛了 48岁的柯金梅 在4月间发生了车祸 全身多处骨折 住院将近两个月 历经了四次的手术 法亲之间的关怀 一直没有中断 是蓝色的那一本 是高手撑吗 还是可能 是不会中斤 活动记录 大家都在关心她的身体 而她心心念念的 还是慈禧式 虽然人生病了 她的心还是很健康 很正向的 一直都跟我们的慈禧脚步 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祝福她快快好起来 赶快再加入我们慈禧的行列 慈禧的队伍荡场 不能少她一个 这样子 还好吗 还好 为了赶快恢复 她认真配合附件运动 车祸让她更珍惜 能够付出的机会 觉得能做就是福啊 没有遇到无常的时候 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遇到无常的时候 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更珍惜 我们能付出的生命 上下咬放 把这个骨壳承开 家人的全新照顾与支持 更是身体复原的关键 她的能力所及以内 我不会反对 但是我只担心她过度 把自己的身体先照顾好 以后才有好的身体 必须服务更多人 那么我常常就是放火 把车祸后的修养 当作人生的暂停件 柯金梅沉淀身心 储存好足够的能量 就要继续她的辞聚使命 大安新闻黄文旗 邓闽莹 刘洪志 华联报道 继续历史 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 7月18号的这一天 有哪些慈善足迹 2022年7月18号 泰国爱心药包派送 曼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当地以观光为主要经济来源 继承车司机 生计陷入困境 此际泰国分会 结合司机团队 本日正式展开 爱心药包接送服务 为确诊病患送药 由此季提供爱心药包车资 为勤制程车司机送药 串联爱的行动 照顾司机们的生意 也让确诊病患得到物资 爱的防护网 启发善念 共同抵御病毒 2019年7月18号 中国大陆慈离志工耿琼林 到花莲慈禧医院治疗 因癌末病重 本日往生 将属圆满新院 真正大体 成为慈禧大学第一位 中国大陆籍无语良师 他用心地安排了他的一生 然后也是给我们铺了很多的 未来的路 包括也留了很多的爱给我们 得年38岁 人生虽短 但活出精彩 这是他病逝五年前 在故乡关怀相亲的情景 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真正地来知苦 然后我们也确实真的是要惜福 来台治病的耿琼林 放下生死执念 在心灵的故乡 其实对我的帮助我觉得是更大的 就是像一家人一样 从慈禧委员到大体老师 耿琼林了无遗憾 功德圆满 2007年7月18号 华林慈禧院成立慈禧干细胞银行 正式揭牌 干细胞银行进步 所有我们手上可以制造的这些 干细胞收集起来放在银行 研究者如果有需要 可能他的实验室没有办法制造 但是他只要像我们的骨髓院 像我们的干细胞银行 我们申请 我们就会为他量身打造 助人心念随着科技进步 此际干细胞银行 包含骨髓 臍带血 周边血 三种干细胞移植治疗方式 医师丁大清把臍带兼植干细胞 植入中风老鼠脑部 两周后自动修补受损部位 研究登上国际医学期刊 可以分泌生长因子 让病临死亡这些神经能够被挽救回来 第二个它自己本身 也可以变成神经细胞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这些 中风鼠的这些神经的挽救能够更完全 花林祠院在1993年成立骨髓捐赠资料中心 2002年改制为此际骨髓干细胞中心 2007年进阶成立干细胞银行 脊椎损伤 中风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等等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朝向其他的再生医学 能够将来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 还有不同的疾病 干细胞银行整合国内研究平台 同时发展基因疗法 造福白血病和重症病患 今天的早安慈悸情要分享的是 慈悸志工在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灾区的关怀行动 这个星期一才刚刚圆满了第四T次的建五金发放 现在就邀请到日本分会的副执行长 小野 雅子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雅子师姐早安 主播好 全球的慈悸人大家好 大家最近这一段在灾区复出的过程是很幸福 首先要问问雅子师姐 因为这个星期一才刚刚圆满了第四T次的发放 那么这个T次的发放跟前几次比较起来 最大的挑战是在哪里呢 是的 在天气上面还有场地上面 那天气前一天是艳阳高照 第二天是狂风暴雨 那前一天没有领完的乡亲 然后我们担心他们在第二天天气不好 来的人又很多 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号码牌 希望他们来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领取建五金 不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有前一天的经验以后 我们怕乡亲要排队排很久 我们就采取分流制 让他们能够不用花很长时间 就能够办理手续 那另外呢场所是我们很感恩 是一所给我们提供我们场所 但是这些场所之前是避难所 里面有很多的防灾的物资 那来临的乡亲又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些问题 必须要灵机应变 因地制宜 有时候在外面的树印底下 或是大石头上 都是做我们的乡亲关怀的活动的地方 那乡亲也真的是很感动 然后我们也就是克服这些问题 然后来完成发放的活动 是 所以听下来就是说 随时再接变化球就对了 所以我们的志工团队 是大家随时要补位 然后有问题来就赶快解决 对不对 那下一个问题就要问问雅子师姐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受灾的居民 现在因为深受我们慈禁人的感动 也投入志工的行列了吗 是的 我们有一位吉田女士 她是住在血水町 第一次领 我们第一次发放健五金的时候 她也是领我们的那个健五金 然后她看到我们志工 她就很感动 志工也邀请她来一起 我们一起来承担做志工 然后之后的几次的发放 总共有六次她都来参加 那最后一次在株洲 其实株洲离她的家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 她也愿意千里嚎条的来参加 我们志工的活动 那通常她大部分都承担 引导的工作 那星期二我们在血水町 发放第二次的 做第二次发放的时候 也邀请她一起来做志工 那她呢她很义不容辞 那我们就 不是做引导 是叫她也跟我们一起做发放的工作 那没想到呢 她非常的柔软 然后用温暖的话语 不畏详情 做得非常的好 那没想到她在发放的现场 她遇到了之前与她一起工作 16年的同事 那发生地震 她也很担心 这些同事的是否平安 没想到在发放的现场 遇到同事 看到同事很平安 她喜极而泣 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那她也邀约她的朋友 来参加志工 那她朋友也非常感动 他们都发愿说 记得这么美的事情 这么美的世界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是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她遇到了她的老同事 然后她流下了眼泪 因为同事是很平安的 那除了看到了受灾居民 也投入志工行列 据说这几次的发放行动 还有看到一些年轻人 也主动来承担一些 比较繁琐的行政事务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的 就是参加发放活动的 志工的成员 有学生 有上班族 有家庭主部 不同的成员 有不同的需求 都必须一一顾虑到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繁琐 像我们的圣域 年轻菩萨 承担机动跟总务 都帮我们克服很多的问题 那这一次 也是有台湾来的发放的 台湾的我们的志工 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发放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郁姐菩萨 他是承担发放组 都一一跟大家叮咛 并且晚上还拍补席班 照导大家怎么样来在现场 能够做发放 所以当天发放的工作 对一切都很顺利 那乡亲也都很感动 从他们排很长的队伍 那时候的忐忑不安的表情 到领完很顺利 领完见五金 出来以后露出笑脸 那种安堵的心情 那种很放松的心情 真的也是带给我们 很大的鼓舞 然后我们这阵子的努力 看到从乡亲的表情上 真的我们也得到很大的安慰 是 所以乡亲的表情 对 乡亲的表情 给予大家整个团队是 很值得就对了 那最后就是要 要请雅子师姐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从1月1号发生了地震 一直到现在 真的大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也经常往返 整个能登半岛的地震灾区 然后这一路关怀下来 您自己最感动 最想分享的点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能登半岛与长者居多 所以看到那些 特别一个人的独居长者也很多 所以这些长者对我来说 我非常的不舍 那有一位 洛林美惠子阿嬷 她90岁 那她是在血水町的时候 来领见无精 她看到我们的时候 她就很感动 她说 我们血水的人都比较内敛 她们都不善于言辞 我要代表我们血水町的居民 向台湾人道感谢之意 她就把她的皮包拿出5000块捐给我们 她说台湾发生地震 我要表达我一点的心意 那之后我们 太感动了 对 很令人感动 那她也留下她的电话号码给我 那这一次 我也告诉她说 下次我们再来血水的时候 再找你好吗 她说一定要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血水座第二次的发放 我就打电话给她 没想到她接了我的电话 她说通常她不接电话 但是她把我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 她知道我电话一拿 她就说 鸭子 阿嬷上 我说对 她就记起我来了 然后我们去看 去她家 她现在住在组合屋 她一个人住 那她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 她说她很喜欢台湾 她的家人 她的女儿们都很喜欢台湾 她的吊饰都挂着来给我们看 那她说 那我们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她都依依不舍 那我们问她说 你女儿 你为什么不跟女儿一起居住 她说女儿也要照顾她的婆婆 因为有失智 所以她一个人 那她在堂写短歌 然后也出书 非常的风趣 非常的正向 对太棒太棒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真的是跟这位老人家互动非常好 一定是跟牙子师姐很有缘 电话一接起来就知道是你了 非常感恩牙子师姐 不是好感动 对太感动 是是是 真的感动的事情分享不完 我们下一次再邀请牙子师姐 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感恩牙子师姐 感恩 感恩 感恩主播 感恩大家 好 继续呢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美国的德州 来关心的是 飓风侵袭过后 受灾家庭目前的生活状况 还有慈激人关怀的行动 飓风贝罗横扫加勒比特 美国德州也受到影响 东南部地区有270万个家庭品店 慈激德州分会和休士顿食物银行 定期举办的蔬果发放 依旧如期举行 志工和社区的年轻人 主动来帮忙 从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 这是一个广招菩萨的一个法门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能够把这个工作往外再延伸 去找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通膨影响 首次领取物资的人数暴增一倍 担任联系窗口的慈激志工刘本齐 最有感 一开始其实都是服务亚裔的社区 那对于这个其他的族裔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接触 那能够有这么些 西班牙裔的跟中东裔的来帮忙 真的是很棒很棒 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吴玉珍 住在老人公寓 丰富的物资帮助他减轻生活开销 我的腿不行 所以走这条路 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有机会出来一下的 还有我也可以跟见见这些熟人嘛 有些老人还是认识的 相机志工也暂时放下受灾的家 制作包子暖大家的胃 有的人真的是需要这个食物 特别是这次这个飓风以后 感觉真的是很多人停电 家里的食物 冰箱的食物都毁掉了 大家合力照顾386户社区家庭的生活需要 也让他们有能力往前一步 大爱新闻 真室美之工叶敬宏 许为珍 朱秀莲 美国报道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6到37度 降雨几率20%到30% 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6到36度 降雨几率30%到50% 南部地区 气温27到37度 降雨几率20%到40% 东半部 气温27到35度 降雨几率20% 离岛 气温28到35度 降雨几率20%到30% 早上七点钟 最新的温度监测数字要告诉大家 新北市的三重已经有31.2度 台北市以及基隆市也有29.9度 提醒大家外出 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然后中午过后一定要留意下大雨的情形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湛佳琪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